自由人就把它戳破 你一定是沒有大戶認真 證交所寫這麼詳細給大戶 告訴大戶 你應該要怎麼做 大家好 我是自由人 今天要講的是 竹筆戳合的交易制度的說明 那其交所裡面有很多格式 那如果你是 做期貨的就很 清楚知道 什麼是ROD IOC FOK 那我等一下還會再解說 我們看到最下面這個 委託跟成交回報的時間 提升到毫秒 也就是 秒下三位 其實就是毫秒 所以很快喔 所以你沒辦法掛單 掛單在三單喔 現貨沒辦法掛單在三單 你知道最近期貨這麼波動這麼大 你掛單一掛出去就成交了 所以要小心 下個禮拜我們就知道了 如果是台積電是這樣子呢 那你就知道指數的波動會有多大 非常好玩 自由人雖然沒有辦法回到以前的身手 因為年紀大了眼睛也不好 但是我的徒弟們 延續了我的交易生命 我今天就覺得很開心 來 我們繼續來講說 它新增了叫做市價單 Market Market Order 那就是說 Market Order不是說 漲停版買 漲停版賣 不是喔 漲停版買跟漲停版賣 它還是限價單 所以市價就是不必指定價位 它是優先成交 那在做期貨的交易者 交易的人一定很清楚 什麼叫做IOC 什麼叫FOK 我們下一個 什麼叫IOC呢 IOC就是說 在足筆交易時段適用 那足筆交易時段之後 我們看集交所範例 他說 100掛10張 101掛20張 但是102沒有掛單喔 所以他10250張掛進去的時候 他會把100吃10張 101吃20張 那剩下幾張 20張就取消了 因為他是部分地級成交 然後沒有成交就取消 他不會留在order book上面 只有掛限價單才會留在order book 那我們看一下什麼叫FOK FOK就是說 就是說要嘛就全部成交 要嘛就不成交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 他掛單只有30張 他在102要買50張 可是不滿50嘛 所以你50掛進去就被取消了 你不會留在order book上面 因為你是要嘛就全部成交 要嘛就不要成交 這個是比較做現股 比較沒辦法適應的地方 那我們再來 什麼叫市價成交 市價成交就是 它是沒有指定價格 然後市價委託優先於限價 包含漲停板價 比如說你跟演藝人講說 你幫我漲停板買進 如果他要掛漲停板 這個也是限價單 那你要怎麼變成市價單 你價格要打0這個數字 然後委託出去 這個就是市價單 這裡還有一個就是 你要拼的是成交的速度 因為他的委託的順序是大於限價單 但是他只在足筆戳合的時候適用 那這個轉換價比較複雜 我等那個下禮拜一 那個實施之後 我再找範例給各位那個參考 我們繼續講 其交組的其他制度 那市價委託各位看到最後一個 你要市價委託 你如果買進台積電 你他營業員要key0這個價位 或者說你自己要key你是電子單的話 你要打0這個數字 在價格上要打0 這個才叫做市價 你打那個漲停板價 你還是限價 所以你打漲停板價 是輸市價的 所以我要搶單 你要打0 直接市價委託 這個後面有一些描述 我再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 這裡也會談論到說 價格穩定措施 其實我是覺得寫得非常詳細 他等於就是告訴大戶 你應該要怎麼做 才會讓他熔斷 然後自由人就把它戳破 你一定是沒有大戶認真 那你來聽自由人的直播 就知道大戶要怎麼弄熔斷 他這裡跟你講說 9點到9點05分 是以開盤價的上下3.5% 那我們再想想看 第二個時段 這五分鐘之後是加權平均 那如果進入熔斷的時候 就是穩定措施的時候 這時候會暫緩兩分鐘 暫緩兩分鐘 這兩分鐘是集合競價 兩分鐘後才恢復足比交易 那你在暫緩的期間呢 你只能輸入這裡 這裡ROD現價單 就是現在的制度 ROD現價單 你說試駕單 IOCFOK 他都自動取消 只要是試駕 那個都直接取消了 那他是用什麼制度呢 就是跟現在一樣 用每五秒接龍 那這個要記住喔 證交手已經告訴你 大戶你就是要這樣做 那實施的時間就是這一段 集合競價是9點之前 然後1點25分之後 是那個集合競價 那在盤中就是主筆撮合了 那但是你這裡有一個證交所 提醒大戶的地方 你可以把這支股票 搞到暫緩開盤 那就是9點02分才開 哇他又告訴你 大戶你應該怎麼作弊的 這個就是其交手在教你說 大戶你要怎麼作弊 很簡單 他告訴你說 9點到9點05分 開盤價如果是100的話 你在9點02分 剛才講過 9點05分之前都是開盤價當成 上下3.5% 如果今天9點到9點02分02秒之後 他成交到104 什麼意思 我跳了8跳 那個100塊是0.5一跳 我跳8跳 在5分鐘內 跳了8跳 他就熔斷了 好他就熔斷了 因為瞬間漲3.5% 進入集合競價 證交所寫這麼詳細給大戶 你會去看嗎 不會去看 所以各位 我幫各位看 提醒大家 大戶最容易作弊的地方 就是9點到9點05分 這樣也很清楚吧 那下一頁就是說 那過了9點05分 他就以加權平均 加權平均 加權平均就比較困難了 加權平均其實他就是我們所謂的均價限 那超過3.5% 這個加權平均的3.5% 那怎麼超過呢 證交所又教你這個加權平均100.5對不對 我在01分的時候是均價好 均價限是平均價格是100.5 如果我9點05分02秒的時候去成交到105 他就被熔斷了 所以他就告訴你 如果是這樣的狀況 9點之後出現這樣的狀況 就是瞬間熔斷 那你說這樣可不可能 在斷口的時候 在大戶被停損的時候 很容易會被touch down 所以證交所很清楚的告訴你 簡報都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做 那我們繼續來講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如果進入穩定 就是我喜歡講熔斷 熔斷的這個兩分鐘的時間 剛才講過 只有ROD的限價單 會在orderbook上面 而且是5秒戳而一次 就跟現在一樣 其他全部被取消 全部被取消 那我們再看這個 那這裡就是解釋 這個5分鐘的滾動式加權平均的計算 就是每筆成交價乘以成交量加權之後除以總成交量得到了平均價 技術指標叫做均價限 就是均價限 很多很多軟體都有均價限這個東西 瞬間價格的熔斷措施呢 先後順序 先後順序 它是5分鐘內的集合競價成交為成交價為參考價 這是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就是這個滾動式的加權平均 就是均價限 那再來是最近一次的成交價 也就是說這支股票冷門的股票 那它很冷門 很冷門的狀況下你要做的話 只好是以最近一次的成交價當成參考價 那我們繼續看 什麼叫做5秒行情快照 5秒行情快照自由人研讀了一下 他說每5秒傳送有變化的個股行情資訊 30秒後沒有變化的話 他就會傳最近一筆的行情資訊 等一下我解釋 等一下證交所有圖 那他這裡第二個點就是說 他為了要分散流量 將經由獨立的Multicaster Group 這個叫Multicaster Group 然後傳送股票5秒行情快照資訊 然後並依股票數分群 它是將因為我們有1700多少 1800多少 這個股票數分群 一秒鐘每秒分批次的傳送 這個是重點 是批次傳送 所以足筆撮合在同一時間 你一秒鐘可以成交連續多個價格 成交量價 就跟期貨一樣 期貨你看到的已經到毫秒 你的成交委託回報都可以到毫秒級 那那些高頻都不用講了 這個瞬間的快照呢 不一定是那個時間點的最後量價 如果各位是期貨的交易者 你就知道 他這樣跳來跳去 你的成交價很可能是慢的 因為我們有物理距離 網路的物理距離 所以你看到報價可能是慢的報價 明明掛這個價 怎麼瞬間就成交 然後價格又跳上去了 那這個就是說 行情很快 大波動 好 那我們現在講 剛剛講就是說 每秒傳送一個族群的股票的行情快照資訊 所以這個1700多漲的股票呢 把它分一個族群一個族群 那這個族群怎麼分 自由人不知道 證交所給的資料是 1101102 假設它是一個族群 它是兩個當一個族群 它這樣送出去 送出去 一秒送出去 那第二秒就送下面下一個族群 第三秒就送下一個族群 它一個族群可能很大的族群 這個實際的運作自由人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內容就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你開盤的時候 結果它是冷門股 根本沒有成交價啊 對不對 那因為它沒有成交價 所以這一次它就不傳送 因為沒有成交價 所以它不傳送 這樣是節省運輸的速度 傳輸的速度 接下來他要講說 如果這檔股票經過30秒之後 還是沒有成交 它30秒之後 會把之前最近的成交價再傳輸一遍 所以你的行情快照的資訊 你看到的是30秒前的那一筆成交價 希望我這樣解釋 各位可以聽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聽不懂的話 重新再聽一遍 你知道 如果真的不懂 禮拜一你就懂了 禮拜一就非常懂 接下來是講說 標股那本書有講到五檔報價跟成交名氣 那它是非常好用的 之前天的 那今天國劇大家都漲停 那就是大家都暴漲暴底 這個自選股報價 就是那個九宮格 那一格代表10檔 那我這裡把它設定 被動元件 所以我的這一格呢 全部都在觀察被動元件的族群 然後你就把被動元件族群 key上去 key上去之後 它有這個是為買量 為買量價跟為賣量價 那你就很清楚的看見 那這個就是群組無檔的量價監控 那還有一個呢 是這個我設計成八個 八個股票 這個是多檔的成交名氣 譬如說這個族群被動元件 第一個我一定百國劇啊 華新科啊 大義啊 和聲堂啊 這一排全部都是被動元件的成交名氣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用 各位要怎麼使用呢 你是自選模式設定九宮格 然後呢 拉出無檔監控這個報價 再加入成交名氣 你就可以看一整個族群 那你就可以做單一族群的交易 那我們接下來講那個 國際股市啊 昨天真的很刺激 昨天自由人先去台北 跟朋友聊一些總經面的問題 那昨天自由人在 在一邊聊天的過程當中 股市就開始在斷頭 那它跌到哪裡 跌到8200 期貨跌到8200 那今天現貨 現在 期貨現在回到 哇 9300 期貨回到9300 那你看 這個叫做空投死貓跳 昨天還在8000 8250 現在就9350 就1000點了 所以自由人就說 空投會死貓跳 跌升之後就會反彈 那這個現在就在死貓跳的過程 那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小道 小道 小道它其實已經到了18000左右了 那日金昨天又往下殺 我忘了看 那在德國 德國也殺得很深 那現在所有的全球股市 開始要空投死貓跳 那自由人有說過 這個禮拜一是第七次的開低盤 那我們就看看 下個禮拜一會不會再開低盤 好 那我們拭目以待一下 好 這個是國際股市 那這個國際股市呢 各位看這個月信就知道了 今年高絕對是高 那但是重點是 我們從1200 1200 1200 跌到昨天的8200 4000點 整整接近4000點 自由人從來沒有看過 月K跌3000點 甚至周K 一彈就彈 1100點 這個是 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在現在這個年代 沒有不可能 所以 金融市場 各位要懂得保護自己 那自由人 看過這種盤 知道說 你現在就是 我跟各位講 在這裡不要無限的放大部位 只有在反彈坡可以放大部位 當那個空投坡來的時候 它整個五檔都會空掉 那今天的舞檔就會比較多一點 多一點就可以打多一點 那今天的直播就在這邊 OK 拜拜